吉安乡长游淑珍4号前往月光寺 灾民收容中心关心状况 同时也针对地震中离难的9位民众 慈云山火葬场将配合家属的意愿 协助离难者大体火化的服务 这一次地震 吉安乡包括华人国中和佛光山月光寺 都协助提供灾民收容中心 乡长游淑珍4号上午前往月光寺 关心民众的住宿状况 很多的善心单位跟善心人士 挹注很多的资源来关怀我们的受灾户 甚至于提供很多的协助 谢谢我们在地的月光寺 法师们跟我们的师兄师姐们 及时开启了最新设备 而且是耐强症的这个善绑 来给我们所有的收容灾民来安置 而针对地震当中的离难者 游淑珍表示 慈云山火葬场会尊重家属意愿 提供火化服务 在生命礼仪的火化 我们针对于此次强症 而伤亡的九位大体 我们要予以人道的协助 更要予以免费火化之外 可以配合他们的火化时间 来做生命礼仪圆满 甚至于做好各项的一个服务的环块 我们希望吉安乡能够陪着所有的乡亲 跟我们的灾难家人 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感伤的时刻 带来一个人生的圆满 游淑珍感谢月光市提供全新的散房 让灾民有安心避难处所 也感谢各界亿助的爱心关怀 期盼可以让受灾民众 赶快度过伤痛与困难 谢鲁惠记来向报道